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发无上殊胜的菩提心 发心之后 我们今天所听的《现观众论》课 实际上我们讲第八品 第八品已经讲了 前面讲到了什么呢 讲到了法宝 法三生当中的法身已经讲完了 今天开始报声和他的相好 首先分两个方面 众说无决定的报声本体 广说他的相好功德 《现观众论》里面 32项80岁号讲得非常广 基本上我们后面部分要解释这个问题 首先众说无决定的报声 在颂词当中 下面就是讲 佛说三世二相 八世随好心 受用大乘骨 名佛受用身 佛陀在大乘的相关经典当中 已经说到了所谓的报声 是在清净的 一地以上的菩萨面前 能现前的一种清净受用身 有两种说法 有一种说法 从一地菩萨 二地菩萨 一直到十地菩萨 一地以上的菩萨 能见到报声 这是一种说法 还有一种说法 真正的报声只有十地 十地到十地末位的菩萨 能召见 不管怎么样 所谓真正的报声的这些相 我们一般的凡夫人就看不到的 因为凡夫人看到佛的声相的时候 实际上我们下面会讲到的 所谓的化声相 这样的报声相实际上 他因为前世具足了 无量无边的质量的原因 即生当中现前不共的三十二种相 三十二种相 它是本性上的相 妙相 在它的部分当中 就像是花朵和花蕊一样 花瓣一样的妙相 那么花蕊一样的 它的随号 其中也是在戈别分 有八十种随号 这八十种随号 具有三十二相 八十随号的 这个实际上是圣圆满 我们说无决定也可以说 或者无圆满也可以说 宝圣有五种决定性 实际上宝圣的出所是密研刹土 所谓的密研刹土 在其他相关密宗的书当中也讲了 有一种是清净的刹土 还有一种任何一个人 当他现前成佛的时候 当下的出所 叫做密研刹土 不管怎么样 出所圆满 实际上是清净的密研刹土 它的本世圆满 或者身体圆满 身体决定 具有三十二种相好 这样的宝圣 还有讲五种决定的时候 有它的眷属决定 眷属决定十地以上 或者十地菩萨 它的法圆满 他这里也讲了 享用大乘骨 它实际上所享用的 全是大乘的佛法 世间圆满或者世间决定 它是恒常不变的 并不是说今天现前 明天不现 无常的世间 不是这样的 所以通过五种决定的方式 享用大乘佛法 连续不断 永不变迁 这样的清净身 在相关的佛经和续部当中 称为能热的受用圆满身 也就是所谓的宝圣 这个所谓的宝圣 我们刚才也讲了 佛陀的因地的时候 有一种资粮叫做智慧资粮 智慧资粮现前发生的果位 还有一种资粮叫福德资粮 而福德资粮现前的摄圣 那世身分为宝圣和化身 宝圣就是清净菩萨 所见到的清净身相 化身就是不清净众生所显现的 有缘不清净的众生所显现的 这些身相叫做化身相 这是我们修行的果 最后获得佛果的时候 就不离开摄圣或者法身的意思 那么这是我们讲的 众说的一个宝圣 受用圆满身也可以说 宝圣也可以说 这是第一个 下面讲广说的时候 实际上有两种课判 第一个宣说差别吉祥之功德 还有宣说差别随好 一个前面都是妙相的功德 还有随好的功德 首先我们讲妙相 也是分为果的妙相的功德 还有能变成 能称妙相的因 我们可能今天把这几个都讲完 这两个科判都讲完 首先讲三十二相 三十二相这里分为四个科判 三十相始终为一个科判来讲 总共分三个方面 然后后面三十二相 后面还有两种相 这样我们先分四类 第一类有十个妙相 第二类有十个妙相 第三类有十个妙相 第四类有两种妙相 总共三十二相 这三十二妙相在其他的 包括宝行论 智者入门当中 还有中观宝马论 瑜伽师弟论 菩萨弟论等 许多论典当中都已经讲了 经典里面也是有宣说的 在佛经当中有宣说的 我们作为佛教徒应该 虽然可能在这里面有些道理 我们也并不是很明白 因为现在一般凡夫人的价值观 和凡夫人的一些审美观 可能我们觉得 难道真的是很妙吗 很好看吗 可能会有这样的 但实际上我们的价值观 在某个地方也是有限的 比如说现在人间的价值观 也是不同的 西方人跟东方人之间的 审美观也是不同的 有些人觉得眼睛绿绿的话 非常好看 有些人眼睛绿绿的话不好看 有些人觉得 头发红红的话很好看 有些头发红的话不好看 有各种各样的 所以我们对每个众生的 审美观度不同 但是佛陀在通过多生累劫 积累资粮的一种善的果 善的一种因 出现了一种非常庄严的身相 那这种这样的身相 我们无论在任何时候 都要有一种生起欢喜心 因此我们今天所讲到的这些 我相信很多佛教徒 应该会完全明白的 但是在《现观众暗论》当中 它并不是宗派性的 谣点上的问题 只不过在果法上 这是要给大家解释的 因为我们先前来这样的佛果的时候 其实具有相好圆满 相好圆满的时候 我们先讲十种妙相 那么十种妙相的话呢 就是讲这十种 就是讲这十种 首先我们三十二相当中 十个十个为一类 首先讲第一类的十种妙相 是这样的 就是说 守住轮相聚 走敌如鬼斧 守住知望念 如软极兮能 生起处充满 守住知千长 耿光生弘知 诸起骨不土 珠毛相相弥 讲十种法 那么这十种法 我们可以一一地在下面看看 首先具有三妙功德的相 实际上是大丈夫佛陀在她因地的时候 就是造了无边的善业而形成的 而且不仅仅是佛陀 我们凡夫人当中 在障相上是非常有差别的 我们一般人群当中 有些人看到以后就觉得非常深欢喜的 不管是她的整个气质也好 她的相貌也好 她的整个身态 非常如理 瑶雅 非常美观 看了以后 生起欢喜心的 而有些人当你看到的时候 心里自然而然生起一种 可以说是很烟雾的心 看都不想看 戴都不想戴 这也是我们的前世 或者说我们自己在以前的工作过程当中 都造了不同的业 佛在《业报差别经》当中 也是讲得非常清楚 我们现在世间当中 有些人没有双目 没有眼睛 非常可怜的 有些人没有鼻子 有些人没有整个六根齐全 有些人虽然六根齐全 但是身体的高矮 或者整个旁熟等等 很多方面她自己照镜子以后 也是非常痛苦 不断地发愿 我这次就没办法 已经形成像这个样子的 那我下一辈子 其实也真正应该该这样的 因为有些人在人群当中 虽然她的张相是一种虚无缥缈的 就像美丽的彩虹一样 你再好看也是 可能靠不住最后随捞的大忌 最后会消失的 但是当你活着的时候 这种庄严也是非常有必要的 因此我们有时候 善和恶的确是力量相当大的 现在可能一些所谓的科学 现在的一些 包括一些生物学 把这些都放在一些所谓的物质上 或者是基因上 或者是其他的因缘来支配 就认为因为她遗传的不同 因为她的环境的不同 都在一种古迹当中 但实际上不是这样的 实际上是这些真正的 我们现在在物质上 在我们身体上所发现的很多东西 跟我们的心和阿难耶上面的种子 有非常大的关系 我们下面讲佛陀的三十二种相 妙相 首先是潜伏论相 实际上在佛的寿藏和教掌当中 具有潜伏论的华文 这是因为以前在因地的时候 经常做一些 比如说迎接上师 还有接颂上师等等 就这样的善的报应 得佛果的时候 受伏当中有这样的潜伏论相 现在有个别的一些佛像 佛的教印这些当中也有 不像我们现在世间人一样 受伏当中生命线 世界线 爱情线 那很多迷乱的这些线 不是这样的 所以你们很多人 特别喜欢看相 看的时候 看你的手打开 哇 你的事业还可以 哇 你的什么什么什么 就开始打开手 没有这样的 所以佛具有潜伏论相 以前就是做 所以一般讲 以前上师如意宝经常也是说 有必要的时候 要接颂上师等等 但是接颂上师 也可能对上师的一些影响 再加上如果弟子特别多 接颂 这样可能不是很好的 所以以前法王如意宝在世的时候 我们学院人不太多的时候 经常接颂上师时 我们学院也是非常重视 包括法王如意宝 最后离开人间的时候 亲密人士堪布 我们两个当天颂的时候 我们坐在居室里 我们是最下面的 当时法王坐着车下去了 即生当中 我见到最后的法王一面 经常他的面容 我也浮现在我的眼前 颂的时候也是这样的 接的时候也经常我们去接 比如说法王去美国的时候 他们很多到成都来接 有些到广州来接 如果从汉地上来的时候 我们经常到四尔巴 很多地方来接 很多地方来接 这也是一种 以前我们学院早期 人比较少的时候是这样的 这也是将来成佛的时候 在成就前佛轮向 然后第二个叫做诸善周向 诸善周向实际上是佛陀的双足 包括教掌的话 他的面非常平淡 就像是贵妇一样的 我们平时世间当中 好像遍平足 可能觉得脚不太适合运动 也有这种说法 但是它是一种 精态的一种 庄严的角度来讲 我们凡夫的一种习惯 好像是脚脏熬进去的话 好看 有这样的贪心 有这种说法 但实际上 这并不是很好的 它是一种平淡的相爱 他实际上是 以前在因地的时候 受持清净的戒律 一直稳固不坏 还有自他行持善法 以这样的果报感应 最后成佛的时候 也有这样的妙相 那么第三个 叫做宿主蛮王相 宿主蛮王相 实际上是佛陀的宿主 他的宿指和脚子之间 有美妙的王 有些说是 像恶王和恶王一样 也念着的 但是这个有相关的 一些大乘的经典当中讲 佛的宿主和脚子之间 有光王 比如说你用装饰的一些宿主 执著 这些插进去的话 也完全可以的 并不是说 当然有些佛教词典当中 也是有 现在像恶王一样的 但这样可能有个别的一些上师也说 当时的价值观不同 佛陀的宿主 如果现在时代看 他可能找不到什么朋友 有些上师也用这种方式来担心 大乘佛教当中讲的是广望 而且我们现在看到的 佛像的这种 不管是佛像也好 还有坦卡里面也好 佛的手指 这些都并没有完全连在一起 当然也有一些书里面 说是用恶王的比喻来说 但实际上我自己觉得 应该是依靠光王 可能更加解释得清楚 也是非常庄严 因为佛陀本来头顶有光环 身体也有光环 整个手指也好 其他地方都有不同的光 庄严着 那么他实际上在因地的时候 依靠碍玉等四种色素来度化众生 以这样的感召也好 这样的果报现前的 然后第四个 宿主细软 宿主细软实际上是佛的树和脚 上面非常细软 非常细腻 像莲花一样 特别好 他也是以前布施非常多的 一些净灭的食物 没有拖延 很快的时间当中 给相关的人做供养和布施 一些非常净灭的食物 以这样的果报现前 不像现在世间的有些老年人 然后人老了以后 手 脚 非常难看 不像这样的 佛陀像孩童的宿主一样 特别细肉 这样能耐的细肉 皮肤是这样光华 那么第五个叫做 七处充满相 七处充满相 佛陀身体有七个部分 非常庄严 丰满的 也就是七处 指的是两个手背 还有两个足背 这四个 在这个上面加上双肩 还有后脑 这些都是非常丰满的 并不是有一些缺陷 或者说非常瘦 不是这样的 现在有些病人 有些人的瘦 一看都是 除了骨头和筋以外 什么都没有 只是在一个手指后面 有一个皮肤 皮包骨头 那不是这样的 佛陀的手 包括他的整个双肩和后脑 都是非常圆满的 这个实际上以前不是 特别精美的一些饮料 特别好喝的一些 那个时候不知道什么饮料 不知道可可可乐还没有 嗯 现在最好的饮料是什么 什么 农泉水 农泉水 哇 这样你们就很好 你们女众等一会儿 每次下去的时候 有大壶拿下去喝最好的饮料 给别人喝水 也可以哦 现在可能比较可靠的都是 旷泉水 很多人都不敢喝 我觉得也没有那么严重吧 好吧 不说了 这个是第五个了 那么第六个叫做刚才那个 手足之千尝 也就是说 之千尝像 之千尝像的话 佛陀的手指 千尝美观 他不像有些人手指特别短 特别粗 然后打电脑的时候都是打拳头一样 但是也不是特别长 也不是特别难看 非常美观的 这个也是通过放生 救护众生的生命 以这样的果报现前的 然后第七个叫做 诸根圆长相 它这里更广 意思就是说 因为佛陀的脚根 稍微往外宽广 往外不像我们现在一样 非常品质的 稍微我们现在看的话 好像这个不太好看 实际上也是有这种相 往外宽广 非常庄严 它实际上也是以前在因地的时候 离无量无边的众生这样的发心所感召的 然后第八个叫做生光红枝 意思就是说 佛陀的身相比一般人 一般人大概可能四只左右 而佛陀的身材快物 宏大 非常平直 挺直 不是外外曲曲的 或者看了身体 有些身体特别高隔着 但是看起来也是很难看的 有些太矮了 不是这样的 非常均匀了 跟其他的 我们做加沙也好 佛陀的身炼 在《毗奈耶经》当中 也是比常人高大 所以说这也是以前断除杀生等 很多的恶业而感召的果报 第九个叫做坏骨不险落 因为以前自己行持善法 以这个原因 佛陀他脚上的坏骨 坏骨就是圆圆的布施痕 叫脚骨那里 大家应该知道吧 我们凡夫人经常看到 那个是很明显地突出来的 有这样的 但是佛陀很平整的 没有往外出 第十个 身毛上密 也就是说因为他在因地的时候 主要弘扬善法 像他人的群体当中弘扬善法 这样的原因身上所有的汉毛都是非常庄严 但是全是向上 并没有跟其他众生一样向上 它是非常美妙的 这是讲到第三十个当中 前面的十个 下面我们讲第二类的十种 主要是说 主要是这个 好 讲这个 十相风 讲这个相有十种相当中 首先第一个应该是双褥鹿王 双褥鹿王相就是我们的小腿 佛陀的小腿相当于是鹿王 有一种叫做伊利鹿王 伊利鹿王是在整个野兽当中非常好的鹿王 他的大腿一样特别庄严 丰满 可能你们以前也看过一些鹿王 他的大腿看起来也是非常好看的 这个是什么呢 因为他在因地的时候 给别人讲供侨名 给别人讲义方名等等 这样的原因的话 他小腿的整个骨肉就千缘 就像鹿肉的大腿一样 非常丰满 圆满 庄严 是这样的 这是第十一个 第十二个 黎树木齐相 实际上他这里说双臂相长妙 心长妙 意思就是说佛陀的手 跟我们普通人是不同的 他站着的时候 也是能接触到膝盖 就是这样的 这样的时候 因为以前他没有舍弃一些膝盖 可怜的众生等等 这样的原因的话 佛陀的双臂跟普通人是不相同的 非常地美妙 而且他站着的时候 也可以接触膝盖这个位置 佛陀用压地收音的时候 也是看得出来 佛陀的相 跟普通人的很多相也有不同的 第十三个说是 十封昌米相 也就是说 他以前在因地的时候 调节很多 中间有一些矛盾的 利见的 那么这样的话 干得什么样呢 是藍根 苍蜜部落 就像是大象和神猫的神象一样 也有这样的妙相 这样的 第十四个相 色金色相 就是色金色香 这里佛陀的整个外面皮肤 包括释迦牟尼佛 它是金色香 像药丝佛 其他佛也是像蓝宝石一样 也有像阿弥陀佛 像红宝石一样 不一定所有的佛都是金色香 但是每一个佛的皮肤有不同的 宝珠一样的香 它实际上以前供养给僧众 跟其他人做典当 以这样的感德皮肤显得金色 或者是红宝石等不同的色香 第十五个 讲皮肤细弱 刚才讲的细薄 细薄两个字 意思就是说 皮肤细薄香 实际上佛陀以前在印第的时候 布施很多美妙的供典等等 这样的原因的话 皮肤显得非常光滑 细薄 非常好看 跟其他世间当中有些不像一些人一样 粗糙 非常难看 不会这样的 所以我们看到佛陀的一些佛像 现在也是 以前也有这样的历史吧 有些看到佛像的时候 对他生起无比的欢喜心 像佛的造像都是这么庄严的话 真正的佛陀如何都庄严 很多有些婆罗们看到佛像之后 生起欢喜心 我们作为一些佛教徒 非常有必要 自己也经常带着一些 特别庄严的佛像 因为现在公益的技术非常好 这样我们经常也能请得到 特别好的佛像 以前可能不是富贵的人 请不起来 特别读经的 或者像这些都很难请到 但现在确实可能有几十块钱 一百块钱 也会请到很庄严的一个佛像 作为一个佛教徒 自己一生当中 其他的当然有也也可以 没有也可以 但是你作为一个佛教徒 你要有一个依靠处 就算你请一个很庄严的身相 就是作为自己一生当中的 互助和祈祷的对境 非常有必要 是这样的 所以这个叫做什么呢 皮肤细化相 身毛有限相 佛陀在因地的时候 他断除了一些散乱 溃恼等等 一些各种因缘 他身上的每一个毛孔 都有有限的汉毛 而且我们其他凡夫人 一个毛孔也有很多汉毛等等 但是佛陀每一毛孔 只是一个毛 一个毛都是有限的 非常庄严的 美观的 就是这样的 这是第十六个相 十七个相是密间百号相 密间百号相 这也是因地的时候 乘世上师和乘世一些父母等等 以这样感召佛陀的面部 密间有柔软的百号相 其实百号相它是一根毛 相关的一些资料当中 它拿出来特别长 一张五左右 特别长 放的时候也自然而然收回去 特别这样的 它也是特殊的一种妙相 这是第十七个相 第十八个相是十字上身 意思就是说 佛陀在因地的时候 断除了一些非常强烈的 诽谤别人或者误辱别人的词 从来没有 我们世间人经常有一些 特别诬蔑别人的语言说出来 但佛陀从来没有这样的原因 佛陀的上身就像让狮子 一般狮子的话 他的整个身体非常庄严 断正 非常圆满 跟其他动物都是不同的 我们一看可能 狮子的时候也是知道 非常威严 庄严 佛陀的上身也是这样的 其实人的福报 有时候我们身体上也是可以看得到 比如说你接触一个人的时候 这个人看起来也是 但是我以前刚见到 法王如意宝的时候 一下子觉得他的庄严的身相 已经跟其他感觉不同 我们在福德感召的时候 也是有一定的差别 一看到以后 身体的整个庄严 有一些特别让人起信心 见而不厌 有这样的 这是见到上身如狮子般 平枕庄严 这是叫什么呢 刚才密间相庄严 上身如狮子 这里博园 博园和诗相逢 这是有两个项 颂词当中的 第九个和第十个 首先是见头圆满 见头圆满 佛陀以前在因地的时候 跟别人说话的时候 非常悦耳 三秒的 他不会说一些恶语 就这样 那么以这个感召 实际上是他的这个 我们怎么说 这个叫什么 肩宝 肩短 肩头可以说 肩头在这里说的 不是你说的 我上另一个词来表示 但也可以吧 像精品一样 非常庄严 就这个地方 应该有个PPT来在佛行上 不过这个大家都知道 应该可能治一下更好了 现在很多人 因为PPT不用备课 所以有时候甚至有些教授和有些老师 把PPT交给下面的人做 然后自己看都不用看 讲的时候拿一个 就特别懒惰 所以PPT有时候也有好处 但是也有坏处 我们法师们也是 用PPT是可以的 但是有时候不要把所有的PPT 依赖于 这样PPT 因为自己心里不用准备 手上有 大家直观上看起来 哦 很好 你看 你们看 全是吵下来 吵下来后讲一下 特别容易 所以我有时候觉得可能PPT在某个时候 还是有一种质感 感觉给大家都有一种 不但有一种声音 还有一种视觉 这个视觉给大家带来的介绍更方便 但有时候也有一些他的一些PPT 我们今年在《世界青年佛学研讨会议》上 我们尽量让大家不要用PPT 为什么呢 每个教授都拿一个PPT 如果PPT有点用不上的时候 他就一句话都不会说 那一直站着 本来是作为一个大教授 在给他订的时间的一个小时当中 应该怎么样讲可以的 但是因为他的智慧全部都是在电脑里面 所以电脑没有开之前 他的人脑也是开不动 这样之后 电脑直接控制人脑 这个时候下面很多大脑也没办法运转 有很多因缘会发生 所以去年很多教授也用了PPT 今年我们建议少用一点 但是个别教授还是用 我说 你怎么还用PPT呢 不用可以吗 不行啊 一个小时如果光这样讲 肯定准备不出来那么多啊 那这样很麻烦的 如果讲错了怎么办那么多人 还是这样比较安全一点 还是安排安排 也可以 这个也可以 但是这个有理有比 大家也不要太依赖于这样的 所以现在这个老师 现在很多大学里面的老师都是做PPT 做PPT之后下面的学生也不好好记 在上面显现之后马上他下面用阿牌来拍几个照片 睡觉 学生也是这样的 老师也是让下面的秘书给他弄一PPT 完了以后他就看都不看 有时候上面读都不会读 顺便讲完了以后 那你们自己看吧 现在很多教学是这样的一个特别简单的 当然也有一些非常有价值的 这个我们也知道有些下了很大功夫的 自己做了PPT 因为最好我想是自己做 自己的智慧 否则跟别人的智慧结合你做一些参考应该可以的 这个可以我们看经 论都有一些参考 但是作为讲者应该主要是自己的智慧 我觉得这样更有说服力 这个是刚才十九个 二十个叫做监禁圆满 也就是说他真实的隔部 这个地方他由于前面布施等等 这样的原因 他整个尖想丰满 是吧 这边 尖 胳膊 是吧 没有这个 这是第二十个 下面还有十个 就是第三类 这个二十是非神神威 这边都是 这边是 灵魂 虞 天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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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咔噗咒作语 咔噗咚咔噗咔噗咒咒咔噗咔勒咸咯 咔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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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咒咔噗咸咔噗咇咒咔噗咆咔 下面他讲非僧 贤 贤 身为 身量 重 横 等 譬如趋陀树 顶入极缘香 色光长繁阴 两家如色王 持戒百平气 诸持极西米 数量满十十 总共也有十种 其中二十一个是应该得最上位 得最上位因为佛陀以前为病人做护士 照顾病人等等 这样原因感到什么呢 一般他所享受的这些食物 本来特别不香的味道 到了佛陀面前的时候 非常美味 很好的美味 就像以前佛陀在阿难尊者 跟三个月妈妹的食品 很难吃的东西到了佛那里的时候 成为美味那样 这个安利威说是对佛陀的这种 但这个一般来讲 它是身相上面讲的 但在这里 为也是按照俱世论的观点来讲 也可以属于色法当中 这样也可以吧 第十二个 僧宗广相 僧宗广相佛陀身体的整个肢体 可以说是 僧念光宗 也就是说宗广 它的横也好 宿也好 全部都是像以前的从头到脚 它张开两排的 非常均匀的一种身相 它相当于是一个列浊大树 列浊大树的话 它的高度和宽度 非常均匀的 那么这个原因 曾经跟僧众修经堂 还有跟僧众做了种种供养 这样的功德在即生当中 它的整个肢体和身体非常重严 就是非常得体 这个意思 那么第二十三个 叫做什么呢 二十三个是无间定相 无间定相 以前坐布施金色等感照 佛陀有无极相 无间定相 那么怎么样看它都是 任何时候没有生厌烦心的 非常重严的这种身相 这个叫做定如机缘相 第二十四个是广长师 以前佛陀说话的时候 文文尔雅说话 就是这样的 所以今生当中显得 他这个舌头非常广大 一生出来的时候 都是可以整个面部全部覆盖的 这也是一种特殊的妙相 第二十五个是得梵音相 梵音相以前在度化众生的时候 以不同的语言度化六道众生 这样的原因 他今生当中 所发出来的这些音非常美妙 就是梵天一样的 听了以后 不会有任何的厌烦心 而且一个音能标出 许许多多的意义 如果要分六十种翻译 其他的一些中观和资料当中 都有讲过六十种翻译 第二十六个叫做狮子和轮相 狮子和轮相 实际上是佛陀以前 断除一些奇遇和一些不好的语言 感德是什么样呢 他的面部 两家非常圆满 这是我们一般看到佛像的时候 也是能看得出来 他特别 怎么讲呢 像狮子莲家 狮子莲家的话 他可能带有一些圆形吧 不过现在很多明星和很多人 戏场是最好看的 原来是圆圆的 非要通过各种方式来把它拉张 这是所谓最庄严的 对吧 我看这里怎么样 这是念价入十网相 第二十七个叫做持贤白相 持贤白相 因为以前在因地的时候 赞叹许多别人的功德 有些人可能跟自己的业力有关系吧 有些人一开口 经常说别人的过失 他一般不会说别人的功德 一说功德的时候 他根本不说话 一说过失的时候 特别会说 并且很擅长 有各种特别丰富的语言 有很多次 这个人是怎么样 那个人是怎么样 天下所有的坏人 他的资料全部都掌握在他手里一样 也有这样的 但佛陀不是这样的 他赞叹一切食物功德的原因 他牙齿就像海螺一样 非常洁白 不像有些人 晃晃的 黑黑的 还有牙齿的话 已经摸都摸完了 最后在牙齿上 只剩下一点点白的 这是佛陀 他叫做什么呢 吃鲜白香 吃平枕香 吃平枕香以前在因地的时候 断除邪命养活的一切 这种所以佛陀的牙齿 没有不整齐 长短不整齐 大小不整齐 没有这样的 全是非常整齐的 有些人的牙齿好像不应该出来的地方 开始出来了 有很多该出来的地方 没有出来 也是给自己添了很多麻烦 不像这样的 下面是什么 吃平枕香 还有吃鲜白香 吃鲜白香 因为佛陀说真实语的原因 所有的牙齿都是它中间的密度 非常适合 也并不是全部系在一起 有时候要出来了 好像是派对一样的 没办法 有些中间太松了 好像中间可以有火车 轨道 都可以 中间有很多 有些为了填满中间的路 金牙齿 铁牙齿 有很多也夹在里面 但佛陀不是这样的 所有的牙齿都是非常正洁 庄严 第三十个香 它的数量有四十匙 四十匙也就是说 它断除利坚义的原因 牙齿上下都是有二十 二十 四十 我们一般人三十二 这是跟佛陀 他的身相和佛陀也有关系 也满四十种香 那么这一项叫三十种妙相 然后后面还有两项叫做 甘牧柳王戒妙相三十二 一个是甘牧相 这个甘牧相实际上是佛陀以前给因地的时候 看别人 观兴别人的时候 用慈悲的目光来看待 那么这样的话 就像即生当中他的眼目 像蓝宝带有这种 怎么说 也不是完全是绿绿的 它带有一种 现在很多人化妆的时候 也是特意把外面有一点蓝色的 有黑色的 其实它这里有一种橄榄 带有一种黑色 稍微带有一种蓝色的 它是一种宝珠 是这样的香 它的整个眼目不是完全是绿色的 也不是完全是白色 不过现在我们从佛像上看的话 他在佛陀画佛眼的时候 旁边也有一点蓝光 然后黑背都是非常分明 眼睛非常分明 它是这样的 所以这方面现在人也是特别会画相好 很多人经常用各种毛笔来画自己的眼睛 把自己的眼睛变成佛眼 还有戒入牛王 戒毛因为以前断除了贪嗔分别念的原因 那么像牛王的这种 像牛当中有个叫做别牛 别牛眼睛的睫毛非常一根一根地 看起来特别好 那么现在也是有很多美女 好像在那个上面 听说要戒很多东西 本来是这个睫毛就没有嘛 然后用一种特殊的戒 然后上面是往上悬的 下面是往下下去的 本来是横行横行的 如果这样的话 好像人的那种 我们画佛的眼睛的时候也是这样的 稍微做一点的话 马上就显得很漂亮 很好看 所以现在城市里面的很多人也是 对这方面还是画佛像 就像眼睛的睫毛 像刷子一样 怎么说啊 那种 我又说不来 不过佛陀不是特意做的 应该是非常庄严 这么讲 我不太会说啊 这一生叫做什么呢 就是三十二种妙相 下面说三十二种妙相的因是什么呢 有种说和别说那么种说是这样的 众说是 这个藏文也不得 这个藏文也不得 这个藏文没有呢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记得了 德拉姆参赶根根基 对 有一个字调 我要把它写上 这是二十年前的 我现观传论背诵的法本 下面就是 此中此次相 所有能生因 有必必圆满 能感知诸相 我们上面所讲的 本来这些妙相有很多很多的因缘 但是这些主要角度而言的 因此在上面每一个妙相的差别 其实三十二种法当中每一个都讲了一些 每一个因缘当中能产生所有妙相 因此我们现在也是在生活当中 确实自己觉得自己的整个身相 这些圆满没有得福过之前 有些人为什么长得非常好 有些人为什么长得特别难堪 这也是跟我们的因缘有非常大的差别 因此所有的能生因 它是依靠各自的因来圆满的 因此我们可以说 佛陀的妙相在即生当中 它可以这样感召的 佛陀还有一个叫做 宝女所闻经 珍宝女人 它里面一个一个的妙相有描述的 佛陀一个一个回答她的因缘 《中观宝门论》我以前也翻译过 里面有个别的妙相还是比较广一点 有个别的可能比这个还略 所以方便的时候我们也要看一下 第二个是音质差别 音诵四章等 赞文读完 证受坚固咒 习今世世世世 布施妙子财 旧方所杀生 增长殊山等 是能生因相 如今所宣说 这个我们前面基本上都已经讲完了 但是在这里大概是讲了可能有七种因吧 我们前面说是通过上师的接颂和这样的善因 佛陀获得了前五轮相 这个是第一个 第二个真受坚固咒 真正受持戒律 并且戒律永远都是不毁坏 一直一辈子当中坚固地受持 这样的话 我们前面说是 宿主平坛妙相也获得了这样的 然后第三个是习今世世世世 我们尽情地用碍玉布施等四种色素 四种色素 我们前面也讲到 佛陀获得了宿主蛮王相 宿主蛮王相 然后布施妙自财 通过自己的财物做布施 佛陀的宿主细弱的相也能获得的 前面好像都讲语里面讲过 但在这里在颂词堂是弥勒菩萨这样讲的 旧方所杀生 如果放了很多生 救护了所杀的这些众生 这样的话 我们前面好像是手指前肠 这个相获得的 增长受伸等 增长弘扬善法 让别人行持善法 然后受伸的话自己受持善法 那么这个后面好像怀骨不露 就这些相吧 等等 灯子里面包括了 因为我们这里在颂词当中 很明显地讲了大概是五种 我看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种 七种因 七种因直接很明确地说了妙相的因 如果七种因的话 我们前面讲了三十二种妙相 还有二十五种妙相的因 胜虐了 没有说 我们这个讲音当中大概提过了 所以这些论上的相 这些因缘当中 刚才灯子里面说包括的 还有二十五种因缘当中 能产生佛陀其余的二十五种相 这一点是《般若经典》当中讲的 《宝行论》里面是用 我记得是什么经典啊 《宝行论》是用另外一个经典讲的 这里面是《般若经典》讲的 还有《瑜伽师弟论》 还有在其他论典当中也有其他的经典当中讲的 佛经和论典当中三十二个妙相 有些次第也有点不同的 有时候也有一些混乱的 他所确定的因 他的因缘也有不同的说法 还有他张相的整个认定方法 前辈大德们也有不同的解释 但总体讲可以说是本来还有很多的妙相 但归纳起来可以包括在三十二种相当中 因此我们今天学了三十二种妙相的时候 一方面我们自己在生生世世当中 无论是以什么样的身相来度化众生 除非我有恶相来度得到众生 我可以 除此之外 我还是要发愿庄严身相 这个是很重要 我们经常在佛像面前也好 在轮回当中还是有一种庄严身相 美妙的身影 这是非常有必要的 同时我们自己也应该想 佛陀的妙相 千百万劫当中积累资粮的一种善果 这是非常精致的东西 就像世间当中一个特别美好的产品 大家都觉得 哇 这个是非常精致的 有无数的工艺 最后支撑的 我们会很争取 很重视它 同样的道理 我们以后不管是唐卡也好 一般任何的佛像 希望见到之后生起欢喜心 我在不同的课程当中 也是说了无数次 希望非佛教徒 我没有什么在这里建议 但佛教徒的话 你无论是到哪里去 带一个佛像 这个要求应该不高 如果连带一个佛像都没有 有些人说不用带佛像 我的佛在心里面 但实际上可能你好多天 都根本没有想到佛 你的贪嗔痴可能在心里面 真正的佛有没有在心里面 很难说 有时候少说大话好一点 还是我们至少有一种 心事上有一些行为 他心事的背后还有他的文化和他的信仰 所以有些时候 我们为什么拿念珠 为什么做一些表面上的事呢 其实他表面的背后 还有他圣称文化的精髓 我们想好 我经常这样想 一方面遇到了末法时代 贪嗔痴 非常握住恶事的时候 很可怜 一方面佛教还没有隐瞒 至少也是见得到佛像 就特别 以前我小的时候在文革期间 看见一个佛像的时候就特别害怕 根本受到各种惩罚 很害怕的 我们有时候晚上在灯下面看看这个佛像 这个佛像马上藏起来这样的 现在也不像这样的 现在我们确实有福报 自己的双目再怎么样看多长时间这个佛像都可以 所以我们短短的时间当中 看这些佛像也非常有缘 而且我们现在这么多人 共同学习佛的想法 我觉得获得人生非常有意义的 我们也不是研究其他世间的 赚钱 这样赚钱 这样做事 这些也许有一点意义 但是跟佛陀 佛陀是任何的人通过各种方式来圆他 都是积累无边的资粮 我们用语言也好 我们用思维也好 我们用身相也好 凡是以佛作为对境 我们所做的这些事情 都功德不会耗尽的 非常广大 因此我们应该有一种欢喜心 今天听到这个想好的话 你们也应该高兴 我也应该高兴 有生之量当中 学习佛陀的讲号 作为一个佛教徒来讲应该非常荣幸的 我是这样想的好 今天讲到这里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